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4月5日7点32分联合报记者吴孜贤及时报道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兼人副教授吴德荣在三立准气象老大谢天机专栏说 新天微弱封面快速掠过北部海面,迎封面云量略增,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降雨,山区亦有一些几率 西半部平地仍为多云时晴,各地白天舒适至为热,北部高温仍有26度,中部约28度,南部32度,东部约28度 周六,周日各地多云时晴,白天舒适至为热,东半部及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降雨的几率 他说,下周一,周二天气大多晴朗,气温更高,白天暖热四下,日夜温差较大,今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几率 下周三封面接近,北台湾及中南部山区降雨几率提高,下周四封面影响,将带来降雨及气温的变化 至于各地受影响的程度,模式模拟将持续调整,需再观察,清明廉价天气,图,气象局提供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